安妞你好,我是小花,欢迎来到你和我的阅读时光 如果你喜欢我的阴迷的话,可以帮我订阅分享,按赞讯吧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中名字叫 越是优秀的人,越懂得尊重别人 作者,明星君 什么是尊重呢? 尊重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美德 在这个生活上,人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 就像董琴说的,相对于喜欢,我更在意尊重 因为喜欢很多时候来自于表象,而尊重就源于本质 所以尊重别人和被人尊重都十分重要 鲁迅说,我以为别人尊重我是因为我很优秀 后来才明白,别人尊重我是因为别人很优秀 声音为然,就像一个名人 身受别人爱戴,人人尊敬 可在劫肥面前只是一个穷马,不当人看 所以别人尊重你,不是因为你优秀 也不是因为想讨好你 而是因为别人更优秀 从在电视剧上看过这样一个片段 一个小学班主任召集自己班里的开家长会 会上他发现班里有个家长 居然是自己的高中学同学 那个同学上学时成绩十分优秀 后来还读了博士,目前在高校任职 散会后,那个博士同学对他十分敬重 和他沟通这家孩子的学习 那个班主任为此开心得了一整天 回家后,他对妻子说 今天真的过瘾 你看,他一个大博士 我的孩子,还不得对我逼恭逼敬啊 妻子摇摇头说 你以为他是讨好你这个班主任吗 别人尊重你那是别人懂作人 并不是你有多厉害 那个班主任听后羞愧不已 很多时候别人尊重你不是怕你 也不是讨好你 只是他们的习惯而已 就像礼记中说 君子贵人而见己 先人而厚己 越是优秀的人 又等到如何去尊重别人 他们的得心优秀 不管在相处还是共识中 都懂得会为他人着想 一礼待人 只是他们为人处事的准则 当别人尊重你时 无需得意 以尊重回应他 如此别人优秀了 你也会优秀 要问尊重的在高境界是什么呢 我想应该是在上不傲人 在下不悲人 畏惧高位时 不以傲慢的态度对待别人 身在低谷时 不会因此自卑贬低自己 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 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 也已经生病了 几个朋友来看望他 到饭点时 他和朋友们一起去餐厅吃饭 他为每个人都点了一份好吃的牛排 大家都对牛排称赞不赢 在结束用餐时 大家都吃完了 只有他自己只吃了一半 餐厅经理十分紧张 以为是牛排不赫松下的胃口 结账时 松下特地让人把主厨请来 然后和他说 牛排很好吃 只是我生病 胃口不好 才没有吃完 而不是你做得不好 我担心经理责备你 所以才和你解释 主厨听后 十分感动 便向松下 身聚一功 尊重他人的最好办法 是射程处理地为他人着想 想他人之难处 解他人之难题 红尘观观 大千世界 有很多强于我们的人 也有很多弱于我们的人 但无论强弱 任何人都值得被尊重 尊重强者是欣赏 更是大度 尊重弱者是慈悲 更是善良 在人之上要把别人当人 在人之下要把自己当人 就像许特里说的 被几额尊人是不好的 遵几额被人也是不好的 最好的尊重应该是 为高时尊重别人 为敌是尊重自己 有人说你有钱的时候 大家都会尊重你 你没钱是 你还想谁尊重啊 但事实并非如此 有些时候你有钱得到的 也不一定是 发自肺腑的尊重 而真正会尊重别人的人 也不会因为人的身份高低 差别对待 他们淡然平和 做人做事都不伤自尊 情商特别高 经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总统带着自己的孙子散步 在路上和一个医生 来遇的乞丐打了皱面 乞丐见到总统 立刻屈心向他敬礼 总体立马停下脚步 给乞丐锯了一个更深的弓 一旁的孙子不见 他只是一个乞丐啊 干嘛这么敬重他 总统说 他给我鞠躬是他有修养 我也给他鞠躬 是我的修养 作为总统 我就再不允许自己的修养 低于乞丐 优秀的人 对此都很尊重 是因为他懂得 尊重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礼貌 在生活中 你可以看到越是无能的人 越喜欢挑人的错误 尊人的自尊 而优秀的人 更懂欣赏别人的优点 容忍别人的缺点 维护别人的尊严 这也使得两种的结果不同 不懂尊重的人 参与人交恶 人的害怕都远离 懂得尊重的人 成一礼待人 让人喜欢都靠近 判断一个人优不优秀 不是看他实力如何 而是他会不会做人 尊重别人 就是做人的最基本准则 太假之说 如果你想让对方尊重自己 自己当然想要尊重对方 人与人之间是对等的 只有你尊重别人 别人才会尊重你 在人生道路上 会有很多人给予你尊重 但那些尊重 并非是有你多优秀 而是别人优秀 才会尊重你 所以不管什么时候 都不要把别人的尊重 当讨好懦弱 就像孟子说的 爱人者 人很爱之 敬人者 人很敬之 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一丈 你对我尊重 是你优秀 我对你尊重 是我优秀 在这个社会上 优秀的人 才会收获 好运 和别人的喜欢 我是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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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 对尊重跟礼貌 非常纠结的人 就像我会对每一个帮助过我的人说谢谢 哪怕是我妈帮我倒了杯水 哪怕是外送员送到我家 我一定会说谢谢辛苦了 因为没有一个人都不值得被尊重 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尊重 在我拍过的很多影片当中 其实会有很多观众留言 大部分的观众 大家都是非常有礼貌 跟很有自己的见底 跟尊重的部分 但是还是会有很小部分的观众 然后留言非常的不客气 然后讲的不是很好听 我的个性就是 你有什么态度跟我讲话 我就用什么态度跟你讲话 有的时候有些观众觉得 我回答字眼有点太强 因为我觉得我脾气不是很好 你说对了 我脾气真的不是很好 但是如果你对我是尊重的语气 我也会尊重还给你 你对我是礼貌 我一定是礼貌的部分 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 我会告诉你 我能帮助你的部分 说我能说的东西 听你去分析 然后听你去参谋这个事情 可是有的时候 有些人 我不能评价为说 学习程度不够 也不能说国文造诣不高 或者是说上学不多 每个人的学习环境 跟成长环境不一样 就照叫你说话的方式 其实有一本书叫 有一个杂志 好多好多年 我其实没有看过 但是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 我妹妹经过报 开那时候 就是有看到这本书 其实我都会瞟两眼 但我从来没有翻开过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这本杂志叫演讲与口才 你知道会说话的人 会更容易完成很多想完成的事情 跟达到自己想要达成的目的 我的很多观众留言当中 有一些他们讲的话 就是那个字眼 我相信有些观众 他们留言那个字眼 只是他想表达的话 他可能真的没有 就是要呛我的意思 或是不太好的意思 他只是用他的方式表达 可是你会发现 他表现出来的字眼 让我觉得非常的不礼貌 跟不被尊重 跟非常的难听 对 可能正在你的角度 你没说什么 可是正在我的角度 我看你的字眼 我就觉得我不被尊重 这种文化环境上的差异 你是没有办法去强求的 所以我通常都是 你什么态度 我就什么态度 你怎么对我 我就怎么对你 我就像是一面镜子 可是有的人 他们不会觉得说 他们不礼貌 或者不尊重 因为他感觉不到 如果有幸 你有提到这个文章的话 其实有时候 我们应该就回想 我们在过去 发生了很多事情 跟我们说过的话当中 对方的反应 跟对方的反击 为什么叫反应 跟反击呢 就是一句话 明明有非常多种 说话的方式 可是你却用最难听的方式 我其实有说过 我跟我的父亲的沟通 是有非常有障碍的 因为他常年 当官员的关系 虽然是退休了嘛 他讲话 就是一副 我是高高宅上的样子 他命令我如何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当然到现在 我基本上 因为我那时候还小 没办法独立照顾自己 和独立亲戚的部分 所以他讲什么 有的时候 我也只能 就是认者 第三下是认者 因为他还要跟我读书 跟我什么七七八八的 可是到现在 这样的时候 他如果出言不逊 就是不尊重我之类的话 我就顶回去 他喜欢跟我讲一句话 叫百善孝威仙 百善孝威仙 就不用尊重了吗 我们互相 就是包括父母 难道不用尊重了吗 传统的一些父母 就是我说就是道理 你说什么屁都不是 可是现在已经不是 那个时候的社会 跟时代了 你的身边一定会有 像我父亲这样的人 他讲两句话 我就可以暴气 所以我选择 不要暴气 然后伤害自己的身体 就是不跟他讲话 对 他只要不打扰到我的生活 我都不会去讲太多 我也不会关心太多 当然他也不要来管我的生活 因为 当你活到一个程度 你不需要有求于任何人 跟依赖于任何人的时候 你就能做自己想做事情 跟表达 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 有一种尊重叫 不要让别人写二手烟 我做这样的职业 其实对嗓子的保护程度 是很高的 我身边的很多的粉丝 或是成为朋友的粉丝们 就成为家人的粉丝们 他们有抽烟 比如说我们有被人聚会 他们其实真的非常的好 因为他们有抽烟的人 都不会在我们 我们就是比如说 聚在一个餐厅吃饭 或摩托里面 欢欢什么 大家一起玩打牌 玩游戏什么的 大家抽烟的时候 都会去户外跟室外 都不会在室内 因为他们考量到 其实不能让里面的女生 吸到二手烟 对不对 然后包括我是不可以 吸到这样的味道的 因为我的鼻子非常灵敏 因为长期属于无烟的状态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尊重 那我对我父亲目前为止 而我最不尊重的事情就是 他有时候看着电视剧 或是看着他想看的东西 就不自觉的拿起烟肉抽 然后整个房间 就充满了二手的烟味 我非常的不舒服 当然我只要不开门 我就闻不到 可是一开门闻到 我就非常的皱眉 这是一个对人 最基本的尊重吧 好了 我不用去跟他说教了 因为说教是没有用的 就是 我妈会去说教 我不用去 不然就把门关起来之类的 那我觉得 这个是我没办法 去改变的事情 那我只能自己选择 让自己舒服的方式 不是吗 所以尊重是因为 我们这一辈子 非常非常 大的一个可题 跟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所以回去想想 有什么地方 没有尊重到别人 只要尊重到别人 如果他不尊重你 那不是你的问题 尊重是一个 非常深厚的词语 但是 如果你能记住 能做好 你未来 一定会顺利很多 希望记得分享 我对你有帮助 那么 明天就有在家 明天就有的